子丹提A是会有关于肺炎症状菌相关实验 1928年格里夫兹不是做了性状体验实验吗 他有没有证明DNA就是遗传物质呢 没有 他只发现我们细菌可能会吃了一些遗传物质 而做性状上的变化 而那个遗传物质是什么 格里夫兹不知道 所以他实验就做到这边 没有继续完成 而他的实验不就由那个谁啊 艾佛瑞团队接手去证明 其实DNA才是遗传物质 他怎么做的 利用DNA分解酶 蛋白质水减酶跟RNA分解酶 水减酶去做实验 所以A型像 格里夫兹只发现了 证明了性状可以转变 但他没有证明性状转变 所参与的遗传物质是谁 他没有证明 所以A是错的 好13题还有问题吗